限速這件事情 限速90公里 那有的很會開車的人 他說 我保濕街我開300公里都沒有問題啊 但那個意義是不一樣的 規定權利這件事情是保障給最笨最不會的人 我的意思就是回到新聞這邊來講 剛剛豪哥 是嗎 小弟 豪弟 對 講的是說 就是那個在 就是 正刀正槍正本領 你已經過了那個最低的標準了 那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剛入行的其實他可能還是要 對 他要學你這樣的功夫是沒有錯 可是 我們要說的是說 我們在做一個 就是有道理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不應該被排懼的那個 的 原則 我們要爭取的是那個原則 那的確有很多 場合 像你說的那些事情 什麼 偷公文呢 如果你跟警察關係好的話 以前 我跑大安分局的時候 我那是 自由時報是 自由時報是 我那時候在自由 自由聯合 反正就是 那時候還沒有評過 那個時候 就我們幾個記者是 每天睡在分局的 好到什麼程度 好到去跟警察搶請示 就是我睡警察的請示 那個老鳥就告訴你說 你去到分局第一件事情就是 晚上就睡在那邊 我說睡哪裡睡沙發嗎 睡山主的沙發嗎 我說不是 去睡他們的請示 為什麼要睡他們的請示 要他們叫醒你 然後你就會認識他 然後你就會跟他打交道 對 很多事情是 拔鬧拔出來的 然後 你跟他拔鬧 跑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那個值班的小隊 就會告訴你說 晚上我要去巡邏 另外那個小隊那個抽屜沒有鎖 那你就知道了嘛 然後就打開 然後就拍拍拍 就像你說的 可是那個是另外一個層次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 一般人要採訪的時候 他可能還沒到那個層次的時候 他不應該受到不當的對待這件事情 還是應該要受到保障 那 我也很同意你的說法是說 有的時候不要直接跟 就是不要硬碰硬 就當你遇到那種 他只是來執行命令的人的時候 的確不要說 我喜歡撞啊 我獵得獵啊 對不對 他就真的把你抓走了 那除非你要當烈士 那如果你有 就是很大的把握去 去做烈士不會出事的話 就不會被抓去關 不會怎麼樣 不會付出後面的代價的話 可以去做做看 沒有問題 那至少你內建 就是你沒有怎麼樣 你的官司 你告人家的不算 人家告你的 總統這個理講 這是我想到的一個東西 大概一分鐘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 我那件事情之後 警政署有跟 我們做過一個討論 那我覺得 也許大家可以透過什麼管道去跟警方談 就是說 他們覺得說 現場的媒體機制 常常在陳康現場是很紊亂的 對 例如說這邊站一排電視台 然後 這兩三個什麼報什麼報的混在裡面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記者 然後可能到時候 正報的時候 你拿記者證拿名片 他也不知道這真的假的 然後他也有提到所謂的公民記者 這個事情是我們有去寫的 對 那他們就是說 有沒有一個現場 他們也可能 目前啊 不是我們很滿意 他可能會採用一個報備 登記 例如說這場陳康要開始了 幾家媒體 大家一起來登記 然後登記之後 他們可能會合發一個識別屋 例如說背心衣物外套什麼的 然後他們的園警 他們現場所有的部隊就會 給予一定採訪上的權利 我覺得這是一種 就是協調的過程 那至於好不好再說 那 蘆梅那時候也是我去 就是那個時候包括 公公還沒有去 公公拒絕的去嗎 不是 是好像有問管老師要不要派人去 然後記寫 那個場子是記寫的 好 好 那就是跟台北市的幾個分局長 還有什麼督察長一起開會 好 然後準備了便當 茶水 幾個女孩 這樣大家來談 就是說 那 對啊 我印象很深是 那時候我就講 四四六八九 就說我們可以採訪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就有一個 就有 不知道哪一個分局的分局長 說 四四六八九 我有研究喔 那個 我唸給你聽 他就從頭 就唸了很長的一段 你看 這裡面有說到公民記者四個字嗎 所以公民記者到底是什麼 這是他們的問題 就是他們還 心中還沒有公民記者這個概念 那我們要去跟他 沖重的是說 你要慢慢去習慣說 媒體解放 就是 進入媒體的門檻變低了 所以 所有的公民都可以進入 都可以自己去做媒體了 過去是因為 電視台那個成本太高啊 報社的成本太高啊 即使你要做那個什麼 三層日報 得那個社會公企獎的 你也是很辛苦的在經營 不是嗎 普拉網也是很辛苦的在經營啊 要募還啊 幹嘛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 才沒有人去 去主張說 那我來採訪 因為我要考生活嘛 這會 就是回到我們最開始講的 那現在門檻降低了之後 網路那麼便宜 對不對 手機那麼 每個人都有 攝影機每個人都有 大家都可以當記者 所以 我們是要跟 警察講一個概念說 那個技術的問題啊 是不是要發備章 那個什麼東西 我覺得 再說啦 那 發備章 其實我覺得 比較陰謀論一點 搞不好說 記者在那裡 好 那我們到別的地方來打人 或者說 記者請來看掃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對不對 這是他們 他們的 我不要在這個地方去冒犯記者 就是不要讓 在這個有記者的地方 拍到說 我執法太粗暴 我到沒有記者的地方去 幹那種事情嘛 對不對 或者是你記者 我就先排除你嘛 這都是我們 就是 對 常遇到的事嘛 就是 你剛剛講的很 很田野 很人類學 很社會學 那 就是我們講的好像比較理論 但是其實不是 就是說 有些場合的確要用那種 就是 事實物者為俊傑 但是我覺得 基本的原則是說 你 呃 有些東西 還是我們應該要 一步一步慢慢去爭取的啦 好 那 呃 那個 跟警察溝通的過程 都妹最後是 退出了 因為我們幾個 就是 呃 以示友開會 覺得說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疑慮 代備章讓警察去識別 而且警察要跟你劃定採訪區 這些事情 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當然 那季協 呃 就是 好幾個參加的團體裡面 呃 讀媒後來是整個退出 那可是 就是 剛開始在接觸的過程裡面 所有的 包括季協 包括 還有 攝影協會 什麼 特別是攝影記者協會 攝影協會 這些單位 就是 都覺得好像 呃 採訪縣這件事情是不能 不能忍受的 這件事情還一直在對方 但是他們對於 備贈這件事情 是覺得說 那我只是要讓 呃 對方識別我 不要干擾我工作 所以 他們覺得應該要接受 那我們立場不同 可是就是 這個沒有什麼 對錯的問題 只是說我們比較 可能比較 小人之心一點 對 信念比較小一點 所以就 這沒有對錯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慢慢去協商 看怎麼樣好的過程 但是至少 就是我覺得 呃 警察還是一直想 畫一個採訪線出來 他希望 確定你那個 範圍在哪裡 這件事情是 他們 我覺得 那個是 抵觸到我們的 的 踩到我們的一線 那你剛說 天橋上那件事情 呃 呃 警察 政權行事法 的確有那個 緊急就是 排除的那個 那個程序 好 的確有那個法條 你說它很大沒有錯 但是 法律都是 就是 都有解釋的空間 呃 呃 這個在 剛剛說的那個 會議裡面 也有討論 就是說 你 呃 當你要排除我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妨礙到 你就不應該排除我 好 那 你 你不可以說 上面有人在丟水平 所以 哇 那你一桿子人全部把它請下來 你可以去查嘛 上面 天橋一排能有多少人 三十個有沒有 差不多 差不多三十個 他們有多少個警察 他們派 三個人 五個人上來 好不好 一個一個盤查嘛 剛剛水平誰丟的 你身上有沒有水平 你身上有沒有危險物品 沒有 那你是什麼身份 我是公民記者 我是記者 那我是在這邊拍東西的 那你就可以留下來啊 他那個執法的手段有沒有過大 有沒有違反比例原則 可能還是一個值得爭辯的問題 所以 呃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要 要 要講的東西 就是說 怎麼講 警察他永遠 是 以 便宜行事 為他 就是 他最方便 拿產比例原則 對 他把你全部弄開是最方便 可是他這個事情 可能才是違反比例原則的事情 那 這也是 就是 記者跟 就是 在跟警察 講 協調這些 呃 這個叫什麼 呃 呃 這個叫什麼 呃 呃 那個必要手段的問題 那時候我們也在談一個問題 就是說 警察一直在質疑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說你是公民記者 好 那你會不會 好 比如說 你們是警察 我是記者 然後 我是公民 我在現場 然後我們這一排都是 抗議者 或者是公民記者 然後 就是 前面叫口號說 這個違反 反對國家暴力 怎樣 然後警察來的時候 欸我是公民記者 不是太容易 然後 對 對 警察一直在 argue這個東西 那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想的問題 就是公民跟公民記者的那個界線 那 我目前的想法是說 其實我覺得我可能還沒有想得很清楚 就是說 如果 呃 我也是一個成抗者 那 你警察要來執法 要把我排除 你要看的是 就是 我也沒有 就是 你有排除的理由嘛 對不對 你要盡空嘛 盡空是最大的原則的話 盡空 你把我抬走啊 但是你不要阻礙我拍啊 那為什麼 我不可以邊叫邊拍呢 邊叫邊拍不是採訪 這樣那個最真實的資訊嗎 對不對 就是採訪你的執法手段 有沒有規法 有沒有過當 那我在拍的時候 你不要把我手機打掉 我讓你抬啊 沒關係啊 這是我們那時候在回答警察的時候 就是說講話 就是說 你要 排除 就是 你要 呃 你不要 覺得說 這個人是不是公民記者 我們覺得每個人 都可能是 公民記者 他都有採訪的權利 那 你要執法的時候 你要 把他排除 可以 要看他有沒有 就是 你要排除的那個目的 他 丟水瓶 要先行犯你逮捕他 對不對 你要盡控這個區域 好 你是執行命令 那你把我抬走啊 可是你把我抬走的過程當中 我再繼續採訪 你不要干擾我採訪啊 這是不是一個大家可以 可以就是 達成的共識 就是你們在勤前教育 警察在勤前教育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 做好這件事情 但他們的回答是說 啊這很難啊 那個警察都 血氣放剛好 他們執行都執行一邊 怎樣怎樣怎樣 都 有的 南部來的 又不認識你們 那個北部的記者 所以南部會怎樣 我說 公民記者每個人也不認識啊 對 我還是強調說 我們要不斷 這是一個不斷爭取的過程 那 有時候會前進一步 有時候會後退一步 有時候我們在有些官司會贏 有些在有些官司會輸 然後 在談判的過程當中也是 可能可以進一步爭取到說 喔好 那 是不是 在承抗現場的時候 可以怎麼樣 不被排除 但是可能要冒著那種 就是 你反而成為很顯著目標的那個風險 我覺得那個都是 一個 就是 就像 Cable台當初出來的時候一樣 就是大家在 在那個 採訪現場爭取 那個採訪的秩序 跟權利的那個過程 公民記者現在也密集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不管是現場的秩序 不管是說你的採訪的權利 還有你的採訪對象 或者是執法的對象 對你的認識 對你的角色的認知的問題 這都是一個不斷在 被 雙方都在被教育 你說的那個部分也在裡面 就是說 就是說 我不要跟你 有時候我不要跟你硬碰硬 可是他們也應該要有一些 慢慢做出一些讓步 就是說 畢竟道理是站在 四字六八九這邊 我們永遠可以拿出四字六八九 你不要違憲喔 你不要違憲喔 然後警察就告訴你 沒有公平記者這四個字啊 所以公平記者到底是什麼 那你就要慢慢再告訴他 所以六八九寫一般人 然後就是一般人 對 一般人 我說 這個我跟他講 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 那公平記者到底是什麼 你們說的是公平記者嗎 警官我覺得 好啦 不要講太多 一般人 老闆一般人他就看得懂 我跟他講說 那公平記者是不是一般人 他說 可是你們說的是公平記者 對嘛 所以你說一般人要 沒有 以後公平記者的採訪證 哇要寫一般人 獨媒的那個會員證 獨媒沒有採訪證 獨媒沒有採訪證 每個會員都會發一張會員證 會員證後面就寫 就是四字六八九的這段文字 然後他說 你在採訪現場如果遇到警察 跟你或者是 比如說好奇寶寶遇到的那個 那個情形的話 就可以唸這段拿出來說 他問你是誰 然後你就拋出來了 我叫好奇寶寶 然後這個 對我是一般人 那我覺得這也很難啊 所以你應該真的回去認真考慮 剛剛講的名字太常改一般人氣會 一般人氣會 這一點我可以補充一下吧 我想請Jacky講一下 他當時有拿出來那個東西 我想說小超帶在身上不拿出來念很可惜 所以他在那個阻擋我們的時候 我就拿出來念 我們這個有法官釋憲 有保障我們公民記者的權利 這樣子 然後我就念念念 然後他說等等 我自己看好了 然後看了很久 他說可是 我記得他說長官還是不行吧 對 他們只認識長官不認識見證 然後他說 你們有沒有那個正式的記者證 啊就這個啊 這個公民記者就不是啊 然後他說 有真的記者證就拿出來 公民記者證 這不是啊 就是這樣 就先說那個輪迴裡面 就是說你說你是一般人 然後他說 那你不是公民記者啊 所以你不是公民記者 他的邏輯會變成這樣 他的邏輯不清楚 你也沒辦法跟他繼續講下去 但是我還是覺得 一次講不通 兩次講不通 像好奇娃娃後來不就是 後來去到現場不就是可以錄音了嗎 這就是一個過程 那也許 也許有時候會再倒退回來一點 所以永遠都要去 不過他們可能也習慣任單位那個單元 就是說要電台或報色或雜誌 所以你們可以取名自己叫 宇宙無敵透明雜誌 然後你就可能用這樣的公民這些 他們就覺得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要去說服的過程 我就是一般人 對不對 四十六八九 沒有 沒有 我要說明一下 我看一下 稍等 就是我們可能還是先等那個 就是講這 每個人都想要提問的時候再回應 我 我只是想說 我先別聽 我先別聽